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大胜 哎呀,一个大喜讯 中国的猴舌媒体 胡锡进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要退休了 他是1960年生于北京 那胡锡进还可以啊 他还是北京户口的 1982年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胡锡进有间谍特质 因为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 据说是培养间谍特工或者外交官的地方 记者也在那样 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 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 看来 胡锡进还是有点下子 虽然胡锡进所从事的职业 是出卖灵魂的职业 但你要知道 至少现在中国不是失业状况很严重吗 他现在能出卖灵魂 能卖的钱 那也算 干这行业也算 你想想他为党工作没有被共产党给查了 给那个双规了 给法办了 他能活着退休 也不容易 而且胡锡进呢 没有给我们做一个表算 为什么 习近平都还没退休呢 习近平快七十岁了吧 没退休 你胡锡进你六十几岁你就退休了 那接着干了 而且有几多人会觉得 会觉得说 哎呀 胡锡进太鲁莽了 太傻了 胡锡进一点都不傻 我就这么说 中国人 这么多中国人 你能考上本科的 1982年考上本科 你跟我说 这么多中国人 你有几个 他1989年 他已经是 北京外国大学 俄罗斯文学 硕士学位了 那最起码他俄语是会讲的 就这感觉 我就问你 中国有多少人 达到他这水平 所以说胡锡进不傻 是骗你这些五毛粉红 人家退休之后 放心 不是美国就加拿大 养老了 说不定哪天 我在洛杉矶街头 工作或者说 闲逛 说不定能遇上胡锡进 胡锡进的话 也是个特殊人才 虽然说 他是为中共宣传部门工作的 但他依然是个人才 你说他拿美国申请 美国人才签证 那美国移民局 估计会给他 投诚嘛 他直接就说我投诚 因为我给共产党工作时间 太久了 而且我也有 我知道共产党怎么运作了 我现在要投诚 向你美国投诚 那美国肯定 肯定是接纳他 好 好了 好了 好好到我这边来 为我工作吧 是不是这样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胡锡进当时在北京 他坦言 他也参加过游行示威 在戒业部队清场之前 胡锡进及时撤退了 好了 及时撤退完之后 胡锡进呢 他也 他甚至在微博上面公开承认说 自己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 参与过游行 主张过民主 所以 这人也是 聪明人 聪明人 知道呢 风向怎么来 风向 比如说 他一看风向 天安门广场 哎 赶快去吧 我也去 别人去了 我也去 他一看风向不行了 坦克车要来了 那赶快走 然后赶快就是 他89年之后干什么工作了 完成学业之后 他进入了人民日报 中共 最 就是 非常 重要的一个 媒体 人民日报 1997年 转任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 环球时编副总编辑 这也太厉害了他 相当于不到40岁 不到40岁成为一个副总编了 2005年升任总编辑 哇 这是当官当的 因为他们都属于算是国家公务员了 他们是有级别的 胡锡进属于 局级单位 局级干部 他 他跟一般的人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大家都说他是战狼外交啊 或者怎么样 都是骗你们这些粉红五毛的 赚一赚爱国的钱 赚一赚爱国粉红的钱 说一些让你打鸡血的话 反正就一通哎呀打台湾啦 打美国啦又怎么样 但是小老百姓激动一下就完了 赚钱嘛 因为他们这个主编啊 胡锡进主编那一年也得赚个几百万上千万呢 别的不说 他当主编赚不了多少钱啊 别的不说 你就说他有公众号 他微博 他好多的账号 他做的这些节目 那背后都有赞助商呢 多少钱 还有国内一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尤其是涉及公司的 那背后不会有人掏钱给他 哎老胡啊 给我说几句话 替我们公司说几句话 一百万直接给老胡 经常呢 这有要 毕竟市场经济 这是很正常的 就像美国媒体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你做一个公司 你直接跟那个主编讲 我给你一百 我投资你二百万美元 能不能帮我这公司写的稍微漂亮一点 不要老写我公司坏话 很正常 这个是市场经济嘛 难道纽约时报能够说自己老板坏话 想想 报纸它本来就是有立场了 报纸是这个 为谁服务的 搞清楚这个 自然你就明白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这么说 把你老百姓 中国了 不要以为胡锡进多么厉害 把你把胡锡进这个主编位置给你当 你也能当 然后说为什么 那位置那个郑给你 一送 说现在你是 环球时报总编了 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你说什么话 你肯定说中国强大 人民幸福啊 你看北京这高楼大厂 上海 这高速公路 啊 据说江西都要通高铁了 哎呀 生活多么幸福啊 人民真的是 你不想这个人行啊 那你一说 哎呀 中国独裁呀 四川的农村穷啊 卖娥卖女呢 卖血 多少中国人跑韩国打黑工啊 东北人都跑到全国各地流窜了 活不下去了 你下一说这个 那你这个环球时报总编 你还能当啊 不要说这工作你能不能干了 你能不能活着走出监狱 这是你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 把谁 把一条狗放在那个环球时报总编上面 那狗啊 他也得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太好了 至少他觉得好就行了 至于你信不信 那是你的事情 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情啊 而且呢 而且呢老胡呢 也给我们提供好多的笑料 因为老胡号称是丢盘侠 你遇到什么国际热联问题 他的战狼往前面冲 但是你要知道 老胡是有分寸的 这一点是很厉害的 他是知道在中国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 而且讲了让大家激动 同时呢 也不会被封 也不会触碰红线 但是这个 所以老胡 这一 这还有一点 有两下 有两下 你别 别以为 老胡天天骗美国 澳大利亚 紫老胡 什么的 东南亚 别这个 南沙群岛 全是中国的 东南亚里这些小国 真的是 就各种辱骂人家 反正他用中文讲 越南人也听不懂 菲律宾人也听不懂 而且他是在微博上面发的 赚了中国的人民币 不要说人家不好 这是人家工作 至于呢 普通的粉红跟胡锡进是不一样的 因为胡锡进人家是有编制的 人家是局级干部 而你呢 就是中国的韭菜 胡锡进相当于是 是粘刀的助手 而你呢 是中国的韭菜 本质区别啊 本质区别 不要以为 老胡跟你是一个阶级的 真的 老胡到哪里县城 那都在你县委书记接待 中国县委书记能不能到局级单位啊 我不知道 处级干部啊 中国县委书记吧 局级应该是到 市的 就市局级嘛 比如说苏州市市长 市委书记 这个级别了 我的天哪 哎呀 你说人家老胡傻 老胡认为 你才傻 整家现在就 马上就要移民美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